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就是据说 在网上最近有一种芯片的手法 就是有人在网上兜售 那个便宜的那个津贴包装油 ok 然后这个津贴包装油的价钱 已经是有够便宜了 然后他声称他可以用更便宜的价钱 来卖出去 就有很多人谈便宜 然后就去跟他买 结果钱是付了 但是货没有拿到 就是被骗了 ok so 针对这个新闻 我就要在这里很慎重的 交经大家一句话 这句话我包你受用一世人 而且可以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世世代代都受用 叫做什么 挺好 就是 便宜没好过 好货没便宜 又好又 便宜 只能是骗局 ok 记得啊 这句话啊 包你中生受用 包你子子 索心做受用 ok 我们就讲回这一档了 首先你知道啊 我们现在市面上有的那种啊 包装 津贴油 已经是便宜到销了了 什么叫做包装津贴油 就是呢 如果啦 马来西亚呢 是要按照那些国际的市价来卖那些使用油的话 其实是很贵的 就怕我们的老百姓呢 承担不了 所以呢 政府呢 长期呢 都有这个津贴这个使用油 就是呢 那种最小的包装 一几多包装的那种使用油 然后呢 政府呢就跟那些厂商呢 搭设一个协议 就是你每卖出一包这个油 本来原价应该要多少的 但是呢 你卖便宜一点 你那个差价政府贴 所以呢 在市场上每买到一包便宜油的 都是政府贴了几块钱在里面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个厂商呢 他出的每一包油啊 政府都要register要注册 要记录下来 你这个厂商今天出了多少包油 然后我政府就要贴你多少钱 然后呢 这一些津贴的包装油呢 也要去发给那些零售商 也是没那个数量啊 也是要登记 也是要被确定 我给了你多少包油啊 因为呢 怕这个油搬路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被人家滥用什么之类的 因为呢 你要知道一个大原则就是呢 每一包油政府都津贴了几块钱在里面啊 政府不可能放任啊 你这个津贴了的钱啊 就这样半路不见掉 所以你拼牌嘛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觉得有可能 可能有人可以拿到大量的这种包装津贴油 放去网上卖吗 基本上这一个是没有逻辑的啦 更何况更没有逻辑的东西来了 就是说 他讲他可以卖到啊 比那个包装津贴油还要便宜 这个是最没有逻辑的事情 因为呢 你在市面上买到油已经是有够便宜 政府已经津贴了几块钱 然后呢 你可以卖比它更便宜 什么情况 只有可能卖到更贵 不可能卖到更便宜的 你如果要卖到更便宜啦 政府津贴了都还比你贵的话 这样请问是谁津贴你啊 大家要去想这个问题哦 政府已经津贴的那个价钱 然后你可以卖到比它更便宜 谁在津贴你啊 OK so 在这种情况之下啦 如果真的是有人网上 都收这个 更便宜的津贴包装油啦 只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就是纯粹是骗局啊 就是啊 骗你贪心 贪便宜啊 给了钱 拿不到货啊 这是第一个可能啊 现在讲的这个新闻就是这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更加死 第二个可能呢 就是妥妥的在卖一张物啊 我们俗称的老鼠货啊 就是呢啊 这个油呢 来历不明 偷来的啊 然后呢有人就偷走了这些油 然后呢 不可能把一个当头来卖了吗 啊 只能够偷偷摸摸 按地里卖吗 就通过网络不露脸的方式来卖啊 哎 这是张物儿的老鼠货儿的啊 你身为消费者 你去买的话 你也有罪的老板啊 不要告诉我不值得无罪了啊啊啊 所以啊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性的话更加死 但是这个新闻已经确实了是第一种就是骗局啊啊 并不是这个张物啊 张物的可能性也很低了 为什么 因为油不是很贵的东西啊 你冒这么大的风险冒给警察抓到风险 卖一个几块钱的东西 哪里有道理 没有道理吗 是不是啊 OK好 说这个油的事情呢 我只能结论一句了啊啊 当我们在网上看到卖便宜货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时刻记起那一句话啊 好货没便宜 便宜没好货 又好又便宜 只能是便宜啊 更何况呢 这个包装津贴油啊 他想他要卖到比这个市价更便宜 根本是没有逻辑的事情啊 首先啊 这个流通于市场的数量都是固定的 不可能你无端端有一大批货给买了啊 然后第二就是呢 政府经历的价钱都已经够低了 你怎样比他更低 谁津贴你啊 OK 所以是完全没有逻辑 如果是想卖其他东西的话 我还相信一点 如果是卖这个政府的 这个津贴包装油我打死 我都不行啊 OK好 so 除了油方面啊 即使是在我们生活啊 各种各样遇到的情形都好啊 你们要永远记得这句话 好货没便宜便宜没好货 又好又便宜 只能是便宜 有时候呢 我们看到啊 哇 这个东西以前一路来卖很贵的突然间卖到这么便宜哦 你们要想清楚一下哦啊 这种 discounter的东西啊 一定是有猫腻在里面的啊 他可能他曾经遭受了什么很严重的损坏 修修一下你看不出 他可能放在那边很久了啊 差不多要过期了啊 拿出来卖 你贪便宜啊 你没有去发现到这个细节啊 人家会突然间冷痛啊 把这个价钱扣掉滴滴 一定有事情在里面的啊 又好又便宜 只能是骗局啊 没有人呢啊 会心甘情愿把一个好好的东西呢 然后呢 卖到便宜一亿给你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大家请记得又好又便宜 只能是骗局 不管是任何情况任何东西都好啊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